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审查问题 我说的是新华社通稿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 我说这个新华社通稿 它总是就是在咱们微博上 在我的新浪微博上没有问题 但是在比如像bilibili上发布 然后他就说呢这个不能通过审查 主要是有这个不符合规则的言论 那么我就非常奇怪了 我用的是新华社通稿 那我怎么称 那么他发就是对了 我发就成为那个不符合规则的这个言论了 不知道他这个通稿里头有什么奥妙啊 那咱们为了配合一下呢 就还是不撞了一个眉头里 往后放 是不是难道 难道说这个新华社也是 啊 是吧 咱就不说了 咱们来看一看啊 首先来说呢 就是有这个关于疫苗股啊 开始进行上市 那么呢 还是这句话 疫苗已经炒了好几波了 我们大家呢 没有必要追 如果您打就新呢 应该还可以 如果打不着呢 那就算了 没有必要说是 等他这个上市 头一天换手率 或者头两 头几天换手率 特别高的说 我们去上面冲锋 啊 对吧 这个没有意义 那么呢 我们来看第二条消息 华尔街的排他应消息啊 这个呢 就比较 怎么说呢 对世界范围内吧 应该不是好事啊 那个环保储物 呃 放松 呃 就放弃了 对这个甲烷的这个控制规定啊 那么这块呢 呃 传统的油气 恐怕呢 排放量就要上去 呃 咱们前一段说了 拜登的主张是 呃 这个清洁能源 呃 目前看呢 老特呢 对于 拜登这块呢 他现在还是落后 呃 会不会在最后 三个月翻盘呢 这都有可能 那么所以说呢 咱们要是说 啊 你说我就喜欢拜登 那你可以说是光是布局一些 这个 新的清洁能源 如果有的人说呢 我就喜欢老特 呃 那那我个人感觉现在呢 可能是啊 短期之内 可能是传统能源啊 在地铁也磨蹭了半天了 在地铁一板上反复来不来去 拉蹭拉蹭 蹭来蹭去啊 估计要蹭出一波行情来 呃 也可以不去 呃 那有的人说呢 我听您大 那就是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啊 我这块是两头下注 啊 两头下注 我就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呢 是怎么样呢 先从目前来看啊 呃 清洁能源因为已经涨了一波了 我觉得呢 应该降低一下 配比 那么传统能源呢 呃 呃 由于在地下已经磨蹭半天了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配比 啊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并没有跟他们这个谁上台有关系啊 这个咱们明确一下 咱们纯从技术上来说 那么第三条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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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多说了啊 因为现在一提这个就算敏感字 个人认为啊 个人认为应当 他还有机会的 为什么呢 整个除了老特尔风之外 抖音和这个 抖音和技术 还有金融机构都不疯 因为字节跳动 要在甭管他开始 实际上想在美国上市后来一起看呢 中美关系这样的 他回香港上市甭管他在哪上 就算在中国这个 他里头的也有很多外资 这些资本呢 就跟大家说的是 他赚钱为第一位了 对不对 你们国家之间爱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先赚钱啊 那么这些人呢 他的目的是挣钱 如果把抖音的美国进了 他也是怕其他国家在跟着美国啊 当根壁虫 然后效仿 这样就会大数的影响 这个字节跳动的市值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对于 华尔街的金融机构 所以说呢 个人认为呢 还是这块呢 有点啊 这块 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的观点 呃 另外呢 就一条好消息啊 就是美国的新冠疫情 呃 这块 正在趋势向下 正在趋势向下 终于看到一个趋势向下了 呃 这个新冠疫情趋势 咱们做过一期节目 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新冠疫情趋势向下 那么股票的交易 正好趋势向上 把这俩图 返过来看 啊 就合适 关键是这个老美这块 呃 新冠疫情啊 一直居高不下 呃 已经 三四周了啊 终于在这周 我们迎来了 它的趋势向下 那么 整个美股市场 呃 股指期货是 做了一个 小幅的震荡啊 还是 呃 夜谈的时候呢 往下啊 就是修饰的时候往下 那么 等到现在逐 逐步的正在恢复 我说过 这种走势啊 其实是最好的 那么这种震荡 呃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 没关系啊 咱们说了 咱们这个呢 如果在光带油管播 没有关系 咱们可以到处 专做这个专题 呃 如果在这播的话就 不太好了啊 因为咱们在新浪那块 还好说 呃 就是像什么 哔哩哔哩啊 就不怕就不好说 我又 即使我用的是新华社通考啊 他也不行 啊 这都已经试过了啊 这是 这成不当言论了 哈哈 这会儿 援引这个新华社通考 成不当言论了 呃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中国 对这个美国的 十一名官员啊 因为香港问题 采取了反制措施 注意啊 咱们先明白啊 这不是咱们主要发起的 这是反制措施 啊 这块反制措施呢 说明了 双方充足了 虽然没有升级 但是呢 对上的意味 非常浓 那么有一些中概股呢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我们可不可以配呢 还是这句话 中概股由于A股心 现在比较好 我们不是说不能配 但是呢 您比例得降下来 比例得降下来 那么好的 过两天呢 中美关系稍微缓和一点 随着A股的上涨 咱们算 咱们做A股节目的时候 说了啊 A股上涨应当是在 呃 从上回说是45块交易日 那从现在来算呢 可能也就是还有45天 就是自然是45天 或者说是短的话 快的话 可能还有一个月 到9月中 或者是9月底 10月初 打了一股就要 呃 再次选择方向 咱也不能说一定上涨 但是大概率的情况下 会上涨啊 那时候中概股 会不会基地爆发 呃 这是第一个点 二一个 那会会不会中美关系呢 会这个 稍微缓和一下 啊 这块都会带来中概股的好 呃 一个向好的方向 那么我们呢 多喜欢中概股啊 朋友说我对美国公司不太了解啊 在中国炒这个炒股了 说我对中概股了 那么您可以配一些 但是呢 现在的汤也不要太重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看技术面 呃 技术面上呢 我们还是来看 股指期货 首先来说啊 呃 首先来说股指期货呢 经过这个 一个反复的震荡吧 他现在 呃 在这个位置呢 期稳了 呃 能不能稳住 这块呢 今天不好说 今天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呢 就是说 呃 正常来说 还应该稳住 但是为什么说不好说呢 他 我说他能稳住 他现在跌的比较少 反倒是让人感觉呢 有一种飘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啊 他是踩了一下这块的这个支撑位 但是呢 呃 标准的支撑位应当是踩在这个位上 就是说你 我们可以看啊 他等于是刚刚触及这 就忘记起 有的人会认为说是 那说明多方实力强 那么我们可以看 他在这一种空方 就是在这种大震荡行情当中 如果要是多方力量强 他也应该夯实一下 这么着更好 呃 没有夯实 现在有没有多的成交量 会不会在开盘之后往下踹一下 这个真不好说 但是踹的不会太深 踹到哪呢 就踹到我现在说的这位置啊 就有这么 呃 他现在3348 那么我这块指是3340到3345 有这么十个点 五到十个点的空间 再往下踹一跤 哎 这个呢 就比较的实在啊 就让人感觉不像一个长短腿啊 这块现在有点像长短腿 但是呢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 他又是一个 哎 歇行 我们可以看 这一个 歇行 出现啊 或者说有一 像一个等 腰三角形出现 这种整理状态呢 呃 一般的情况下 会向原来的方向 那么原来的方向是什么呢 从短周期上来看 原来的方向是向上 还是会沿着原来的方向向上运动 那么如果 如果啊 就说的这种飘的情况下 那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相挺震荡 那可能会震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么在这再踩一跤 呃 如果这样的话 呃 我们 要做的 只是观望 不要说轻易介入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 啊 中短期 刚才是短期啊 中短期 现在呢 没有向上突破的迹象 没有向上突破的迹象 他就要下去 所以我们要尽量观望 当然了 如果开盘之后 可以 必须向上 那我们 做多的 那当然很高兴 但是由于刚才说的最后一条消息 就是 呃 咱们采 中方这块采取的 反制措施 呃 这块出现了 不怕呢 直接往上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呢 开盘之后 开盘之后 注意啊 这个时间 应当是在一个半小时 我们可能都需要 进行一个观望 那我们需要一个观望 这是从大盘上来说 从个股上来说 如果 呃 我们现在关注的 我们需要 关注的是一个什么 股呢 就是零售业 我觉得大家 看一看啊 这零售业 我反复跟大家强调过 我在 大家可以看 我在开直播 或者录播这个视频节目的时候 就反复强调 零售业零售业 再不行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微博 我就一直也在强调这个 那么 昨天福布斯发布 呃 沃尔玛 五百千 榜首了 已经上 那么这就是我说的零售业 啊 零售业的 呃 呃 原来像什么好事多啊 我说 短 空 长度 现在呢 都得到了印证 啊 我们现在呢 依然可以关注一下 零售业 呃 另外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货时代 啊 我们来看一下现货时代 我们看一下啊 标普五百的现货时代 尾盘的拉升 尾盘拉升之后 他应当现在还有一个回踩 啊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可以看 现在他的短期指标 刚才是超短指标 短期指标 并没有太大的向上动力 那么没有太大的向上动力 他就还得下了一下 那么这个周期呢 他就比较长 呃 长到 就像我说的 至少要等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做多的才可以介入 更何况 我们可以看啊 中期指标 他现在不知道是要打上升同步 还是要 选择顶背离 那么如果打上升同步的话 他就要现在 在这里啊 注意在这里要放出量来 要放出动能来 这个动能不见得像这这么大 不见得像 现在我这块 整个这 这不是一大堆吗 不见得像这个大堆的前半部分这么大 啊 不见得像这这块 这么大 那至少也要像这块 后半部分这么大 啊 他才能 能上升同步 否则的话 可能就要出现顶背离 顶背离的话 那么 对于中短期的顶背离 那么调整的恐怕就比较深了 啊 因为如果中短期顶背离的话 标普至少是要回踩一下十日均线 都不是五日均线了 如果是短期顶背离 要踩五日均线 如果是中短期 那恐怕就要踩十日均啊 甚至二十日均啊 或者我 或者我常用的说的就是十八日均线 那么这块呢 我们就要小心一点 那么对于个股上 还是啊 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零售业 和我经常前一段给大家说的一个股票 就是运输的那个股票 那么感觉 呃 现在一些工业股 随着航空的利好复苏 和短线的炒作 应当都有一波不错的行情 那么呢 呃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播报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您的转发和我的客户 订阅客户的增加 就是我们做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